人们经常称独孤信为三朝岳父 那是因为他的三个女儿分别是北州 隋朝、唐朝的皇后 但独孤信看似非常荣耀 其实那都是生后事 独孤信生前非常不幸 甚至不得已被迫自杀 那么身为北州众臣的独孤信为啥自杀呢?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话说最近正在播出的电视剧 独孤天下 说独孤信是因长女与宇文户的丑事被曝光 皇帝宇文玉与宇文户发生冲突 夹在中间的独孤信被迫自杀 电视剧毕竟是小说改变的 不能当作历史来看 那么历史上的独孤信为何自杀呢? 这里面到底隐藏着哪些秘密呢? 历史上独孤信的死和一场政变有关 或者说与三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一位就是北州全城宇文户 556年 西魏全城宇文户病死 他临终前嘱托侄子宇文户辅佐自己的嫡子宇文绝 但宇文户发现自己的地位很尴尬 哪有全臣辅佐全臣的? 不都是全臣辅佐皇帝吗? 于是宇文户逼迫西魏皇帝善让 让宇文户做了北州的开国皇帝 自己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朝全臣 但宇文户的举动 激起了一个人的不满 他就是独孤信之死有关的第二个人物 赵贵 赵贵是西魏全城宇文户的铁哥们 也是帮助宇文户崛起的关键人物 宇文户成为西魏全城后 为平衡各方势力 设置八驻国 赵贵名列其中 是西魏最有权势的八个人之一 在赵贵看来 如今宇文户死了 也轮不到宇文户执政 因此他自已圆寻佐命 没怀样样 有不平之色 赵贵说干就干 他四处活动 拉拢各方势力 想趁机搞掉宇文户 然后有几个在世的驻国执政 他首先就想到了独孤信 独孤信也对宇文户不满 原因和赵贵差不多 都是元宣佐命 特别是独孤信原本是大司马 执掌兵权 如今却被宇文户取代 更是让他不平 于是赵贵 独孤信这些人就密谋除掉宇文户 乃宇信谋杀户 本来都已经约定好了日期 但到了该行动的那天 却发生了意外 极其 贵欲发 宇文户 宇文户 使书上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 独孤信阻止了这次行动 这次意外要了独孤信的命 于是第三个人物出来了 这个人就是宇文胜 宇文胜的名字没几个人听过 但他的孙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就是随朝兼称宇文化籍 于 文胜虽然也姓宇文 但与北周皇室并非同族 但毕竟都是宇文嘛 在得知赵贵 独孤信密谋杀死宇文户的消息后 宇文胜密复经告知 我们猜测赵贵可能派人联络过宇文胜 所以才会泄密 宇文户得到消息后 不动声色 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而是在一次上朝的时候 互之而杀之 同时免去了同谋独孤信的一切官知 宇文户不是不想杀死独孤信 而是独孤信的名望太高 以其名望诉众 不欲显其罪 最终独孤信在家中被逼自尽 应该说独孤信之死是一场政治斗争的结果 他和赵贵因与宇文泰等一 并不接受宇文户的专权 或者他们也有自己的政治野心 所以才导致了最终的悲剧 反观其他两位在世的驻国于谨 立必因承认宇文户的地位 而得以善终 优优独孤信 优独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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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孕独孔